在美国,女孩从小就被送去学体操 既可以锻炼意志力,又可以复照体型 果果很喜欢跳舞 所以今天来学偏舞蹈的义副体操 训练馆按照年龄分批教学 年龄较小的小朋友在老师带领下寓教娱乐 不仅仅睡女孩 今天还见到小哥哥也跟着一起练习 果果在妈妈的陪伴下玩得很开心 他基本上把每个项目都玩了一遍 包括绳子、丝带、布拉丘、小丘等器械 若维尔运会比赛项目之一 义副体操曾经只有鱼则主的项目 后来添加了男子组成文韵律体操 运动员穿过跳跃、摆动、抛街等动作 来完成富有表现力的高难度动作 果果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旁观了姐姐们的训练 果果看得津津有味 可能他在想自己有朝一日 也会做出漂亮的动作来 这个训练馆叫巴斯尔运运 自制课一顿155刀 每节课一小时 谷歌上的评价是50每分 我们上了以后也感觉不错 第一节课是课后 如果不喜欢可以退课 结束后老师给果果赠送贴纸 以示鼓励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个角色舞蹈班 这里今天免费试课 所以有很多小朋友参与 可能果果在一副体操课 耗费了大量体力 所以在角色舞蹈课上 没有表现得太喜欢 二十分钟后 我们就结束离开了